大家好,我是红九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自己加园子 这是咱们夏季那个品种 就是7月底 拜初成熟的一个硕枝红 一个中熟品种 然后这每棵树的挂果量呢 带80个左右 树式呢,也比较中庸 内堂也没有出现密笔的状态 并且呢,还直接找上了一些 这个明年良好的结果汁 牙口也特别的好 其实大家一直问我 说这个主干型桃树好不好管 主干型桃树呢 主要就是第一年 需要培养一个良好的中心干 进行孵干培养 第一年培养一个良好的中心干以后 然后第二年呢 可以少量的挂果 并且呢,把这个中心干的粗度 培养起来 把这个牙口也培养起来 真正到第三年的时候 基本上可以挂果在40个左右 甚至于50个 但是第三年如果挂果过多呢 主干型桃树嘛 它这个顶端可能会粗度不够 导致就是弯头或者是压树 所以还是不建议大家长得过多 长40个,然后就可以了 并且把这个树的粗度呢 再进行一下培养 牙口也进行一下巩固 真正到第四年的时候 然后每棵树的挂果量都达到80个 甚至于90个 到四年的树 基本上就除了书果,套袋,修剪 然后不进行下检 下检呢,也就在书果的时候 如果这个枝祖过密 或者是桃子过密 咱们就需要把这个结果枝 树一树 第四年的树 基本上就是 以这个中庸偏壮一点的树 来进行结果 再一个呢,它整体树来说呢 它这个生殖生长 特别的良好 因为达到了乙果压灌这个作用 果子挂的多了 它自身的就不会说是造成这个帽条 或者土长枝 它自身就自己化控了 就不会说是需要 刻意的去用这个化控药 咱们这个树今年呢 基本上没有用化控药 然后树式呢也比较中庸 结果枝呢也都特别的好 并且大家也看到视频当中 它一个比较通风透光 并没有出现密闭的状态 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 然后生长也比较良好 咱们今年那个果子呢 嗯,优质果也特别的多 夏天大家也看到了咱们那些视频 就是果子成熟的视频 大家也看到了 所以说呢主干性陶树呢 主要就是前三年 咱们需要说是刻意的留意一下去培养 然后以后呢 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这个工作量了 只要进行一下这个修剪 或者是防虫 或者施肥套袋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比较方便 简介一点 谢谢大家 想了解更多人的知识 关注我 关注红酒果园 咱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 直播间见 请不吝点赞 散热 在9月份 咱们可以做这个